單位去年10月開始裝修 歷時兩個多月交貨 由於趕著入伙 唯有先將傢俬搬入 但電視機搬進去都沒用 因為看不到 根本接收不到訊號 裝修、電池 它不是很熟悉這些 Data線、電視線、網絡線等等 最好找回這些特別訊號線的人 做得更好 更加離譜 是轉場安裝電視的時候 竟然轉穿了一幅牆 搞到後面的仔房 牆身多了個洞 但又沒有做修補 整屋旅窗換過了 不過防水位做得比較粗糙 室框第一個口 第二是油浸防水油 防水油也是防水的 但不耐用 窗框邊應泥沙過了40mm 難以控制乾縮 乾縮過多會出現裂紋深水 裝修很喜歡做小一點的窗 一來到就一定裝得上 如果來到裝不上 它會做碩屎 廚房同樣換了鋁窗 但窗根本太小 不適合位 結果旁邊有很大條縫 就這樣補回英泥就算 一收縮就會漏水 還有客人聽過胡形貴 瘦邊都起皮 種貨不對版 灰色木紋版變成純灰色 葉主經朋友介紹 直接和裝修師傅接手 全屋翻身裝修費 不過17萬 一個裝修是否便宜 就可以要求低一點 不是的 便宜不一定要提低 便宜的東西 沒有人持槍 你一定給我便宜 他自願 所以一定要侵入標準的收貨 业主尝试过叫装修师傅执楼 但师傅态度差 想追逃都无从入手